中文字幕 李宗盛 2016年的当时 把欧洲的 把日本的 也都去调研了市场上 相应的一些 类似的智慧餐厅的 这么一些应用 但是发现 真正能够参考的非常少 我们知道 可能有一些单机的设备 可能会有一些 很少有一个 整个的一个餐厅 说我整个系统上 去考虑 智能化的一个考虑 所以我们当时 发现一下来以后 觉得可能更多的 还得靠自己 靠自主来去往前推进 后厨的我们尝试 自动化的一些手段 把一些机械的工作 交给机器去完成 从而降低人工的 劳动强度 减少人工 我从来没有听到 智能的餐厅 在韩国 他不会和我们交流 他还比较形式还比较单一 其次我觉得 就在店里人这么多的情况下 服务员既要顾及小机器人 然后又要顾及这些时刻 就增加了他们的这些工作量 感谢观看